继续咱们的校园美食系列 今天来到了东北农业大学 Let's go 东北农业大学啊 久闻大名 Let's go 东农这个没门禁啊 里边非常大啊 又回到了校园 东农啊 211大学 下面是校训 虫了一个啊 跟我们学校 学校里边绿化也是真好啊 绿化面挺太大 中午饭点来的啊 肯定来农大肯定要去吃饺子 咱们去找一下饺子园在哪吧 小医院啊 阳光明媚啊 好像这个饺子园就在那边 咱们往那边出发吧 东农饺子园啊 Let's go 人多爆了啊 这个队是排菜的 这个队是排饺子的 发现在这个东农吃饺子 至少得三个人来啊 一个人排饺子 一个人排菜 然后一个人站着奏味 乌央乌央全是人啊 这个桌位号 里面是你先选好奏味之后 你拿着你的号 然后再去排队点饺子 然后他就会把饺子送到你这个桌子上 三家拼了个桌 点了四份饺子啊 这个三花的是特色 点了两个小菜 这个牛肉水饺啊 一两才四块钱 这一盘是二两 八块钱 太实惠了 开馅啊 先炫一炫牛肉 蘸这个辣椒汁 自私貌有 先这个饺子啊 牛肉水饺 哇 里面牛肉老扎实了 太香了 东农水饺 已经不及啥啊 太香了 西葫芦鸡蛋 三花酸菜啊 浓大饺子圆啊 三花酸菜馅的 还算 爆香啊 最后一盘啊 三花西芹 遗憾啊 没吃上这个大豆冰淇淋 吃饱合足啊 这个浓大酸奶 溜溜缝 最后喝一瓶酸奶 溜溜缝啊 浓大酸奶 五块一瓶 自己研制的 真不错啊 周末啊 骑个单车 电动车 在小洋逛逛逛 浓大里边 溜娃的也特别多 这还是个集园 这个餐厅 也特别有名 秋意建农啊 这边跟个 小公园一样 东农的主楼 图书馆 这边还有个大楼 这太惬意了 学校里边这个亭子 还有这湖 这真是学校里边 建了个公园啊 小松鼠 你看校园里边 多好玩的 周末操场 还有踢自由比赛的 这边是运动场 看着热血飞走 都想上去来两鸟了 躺在大楼前面 这个孤独的外卖啊 朋友们逛完 这个东北农业大学了 对农大这个 好感度还是非常高的 他这个吃的也好 喝的也好 然后他有个优点呢 就是包括教学楼了 还有那些宿舍楼了 基本上运动场了 能开的门都开了 这非常便利啊 从我们从那个南门 一直一路走到北门 畅通无阻啊 朋友们有机会了 可以一块来这个东农 逛一逛 吃吃饺子 逛逛校园 非常不错 大家看得开心 下期见